阿滴先生,有沒有人平安? 平安! 我們一同翻開聖經,來讀今天神給我們的話語 今天神的話語是在《約伯記》第一章一到十二節 《約伯記》第一章一到十二節 《約伯記》 團後也我來為大家念 吳斯蒂也一個人名叫約伯 他完全正職、敬為神、遠離樂世 他生了七個兒子三十幾個人 他的家產有七千羊、三千駱駝、五百對牛、五百母魚 並有許多狐悲,這人在東方園中就為至大 他的兒子按著日子,各在自己家裡拍攝了演習 就打發人去,請了他們的三個姊妹來 與他們一同吃喝 演習的日子過了,約伯打發人去叫他們自節 他清早起來,按著他們眾人的數目獻凡記 因為他說,恐怕我兒子犯了罪 心中氣掉神,約伯常常這樣行 有一天神的眾子來,師弟在耶浩伯面前 撒旦也來在其中 耶浩伯問撒旦說,你從哪裡來? 撒旦回答說,我從地上走來走去 往返而來 耶浩伯問撒旦說,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約伯沒有 地上再沒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遠離惡事 撒旦回答約和華說 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 你豈不是四面圍上泥巴圍護他和他家嗎? 並他一切所有的嗎? 他所做的都蒙你賜福,他的家產也在地上增多 你且伸手毀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 耶浩伯對撒旦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害於他 於是撒旦從耶浩伯面前退去 有一天約伯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裡面吃飯喝酒 有報信的來見約伯說,牛正耕地,魚正在旁邊吃草 四八人忽然闖來把牲畜滷去,並用刀殺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他還說話的時候,又有人來說 神從天上江下火來,將群羊和仆人都燒滅了 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他還說話的時候,又有人來說 你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裡吃飯喝酒 不料有狂風從曠野刮來,擊打房屋的四角 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他還說話的時候,又有人來說 你的兒女正在他們長兄的家裡吃飯喝酒 不料有狂風從曠野刮來,擊打房屋的四角 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們就都死了 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淵博便起來,撕裂外袍,剃了頭 扶在地上下海,說 我赤身處於母胎,也必赤身歸鬼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的名字應當稱頌的 在這一切的事上,淵博並不犯罪 也不以神為欲望 今天正道的主題是,苦難環境的測試 接下來請本堂跟故事來為我們正道理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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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想念大家 好不好,我們先跟前後左右的弟兄姐妹彼此文安 說真高興看到你,哈嘍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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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姐妹,我們教會今年的主題 2013年的主题是 就在上面我们一起读一下 请建立在 凡史上 所以我们一到三月讲到的是 工程的根基 四到六月讲到的是工程的材料 那我们七到九月讲什么 讲到工程的试验 你的生命需要经过试验 那么 我们就通过几位 圣经的人物 我们在传讲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每一个要被神用的人 每一个属神的性命 他都需要经过试验 Amen 每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没有经过试验 你是不能被神用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到约伯 他在苦难的环境当中 所受到的试验 那我们的讲题 叫苦难环境的试验 有三个大纲 在你的招报上面你可以打开 你也可以做笔记 第一个是 你生命品格需要经历过试验 第二是 你的苦难是生命品格的试驚实 第三 得胜的秘诀在于认识神的主权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圣灵 求你今天早晨 对我们说话 摸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画一个奇妙 谢谢耶稣恩待我们 奉主的名求 Amen 第一点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 生命品格必须经历过试验 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 约伯记 这里有讲到有一个人 我们再来读一下 请 巫师帝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世 各位这里 讲到在东方 巫师帝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人名叫做约伯 这个人他品格好不好 好 怎么个好 完全正直 还敬畏神 还什么 远离二世 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这个是我们的 灵命的金三角 我这里把它弄在一个三角形 一个属神的人 你如果敬畏神 你自然你的生命品格 你就会 越来越正直 这个完全 不是说 就真的好像 都不会犯罪 这个完全在原文的意思是成熟 你越来越成熟 你越来越成熟 你对罪越来越敏感 你越来越严于罪 你越来越正直 所以 这个是一个灵命的金三角 那圣经里面就跟我们讲说 约伯他的品格好不好 他非常好 他完全正直 他敬畏神 他有离二世 可是这样的品格 需不需要经过验证呢 需不需要 我们说需不需要 需要 好 你来看 有一天 刚刚我们读过了 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的面前 撒旦也来了 耶和华就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耶和华就问撒旦说 你有没有用心观察我的仆人 约伯没有啊 地上再也没有人 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世 哇 约伯的品格 不仅是为众人所称赞 神 认不认可 神也认可耶 神说 你看啊 他的品格我太喜欢他了 他完全正直 神经畏神远离二世 耶 撒旦来了 撒旦很厉害 第九节 撒旦回答原话说 约伯经畏神奇事无故的 今天他爱你 是有条件的啊 今天他爱你 不是无缘无故的 第十节啊 他要讲 你岂不是世面圈上黎巴 维护他和他的家吗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各位这什么意思你知道 整天这个撒旦就跟神讲说 你对约伯很好啊 你都给他买保险啊 对不对 他什么都有啊 那难怪他敬畏你嘛 他所所做的都蒙你是福 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这样的人难怪敬畏神远离二世嘛 你今天试试看 十一节 好你起来伸手回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念气掉你 哇 撒旦提出这个提议耶 好 你试试看 你把他的保险拿掉 你拆毁他全部的 你看看他的品格 还可不可以这样子 第十二节 耶和阿对撒旦说 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 只是不可伸手加以他 于是当撒旦从耶和阿面前推去 神也允许 神有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会遇到一些试验 可是 好像是来自于撒旦 可是也是神的允许 会要什么 验证一下我们生命的品格 所以这里说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好品格 对不对 品格要不要经过试验 要不要 要 好 我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做 Courages 这边有没有看过的 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有一些人举手 这部电影真的要看 尤其是男人一定要看 这部电影是讲到四个警察的故事 那这四个警察 他们都能够在职场上有好的表现 可是他们在家庭里面都失败 他们需要回到家庭 重新的跟他们建立他们的亲子的关系 那在这当中呢 有一个配角 这个配角叫做哈比马丁迷思 他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老末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国家 他非常需要工作 可是呢 他在他的工作上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要让大家来看 这一段小小短短的影片 他的品格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可是他的品格需要经过验证 等一下 谢谢 这个哈比 他的老板要他 要把他找进到办公室 然后要他17个柜子写几个 16个 那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写 如果是你 你为了这个工作 可是你想喔 他太太 他晚上回去跟他太太商量 有没有 他太太说我不要再回到以前了 他太太那个脸 各位弟兄 你知道 弟兄最没 没有办法容忍的 就是看到太太在那 苦苦的哀求 所以 大部分的弟兄 隔天回去 应该都会什么 就答应了吧 就写17个 写十几个 16个 反正我就是要这个Jack 结果 他没有答应 他就回答说 他说我如果做假的话 我的神跟我的家人 就会蒙羞 结果他反而通过了这个什么 测试 然后另外那个助理 他就说 他说我已经测试了几个人了 六个人了 你是唯一通过的 而且他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各位 品格正职 需不需要经过测验 需要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答应这个工作 然后17个写16个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不会 不会喔 谢谢 我们当中有人非常的正直 各位 可是你知道当念语考验的时候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同样的 我们的生命品格 也需要经过试验 唯有通过这个试验的 你才能够被批评 Amen 如果你没有通过这个试验 你就会发现 你就不能接受这个更高的职份 那在所有的职场里面 不要姐妹 在所有的职场 在所有的侍奉的当中 也是一样的 你的生命也是要经过什么 考验 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Test 验不出你到底是不是 Integrity 是不是正直的 验不出你能不能 给Pomo 被生子 那我这次回台湾短宣 我遇到一位牧师 他们台湾短宣队到了屏东去 我也到屏东去 那我去了屏东以后呢 我就跟这一对牧师夫妇 我们就一起交通 他们是在做什么 专门在做这个整个屏东地区 弱势家庭的孩子 把这些孩子就再来教会吃饭 吃完蛋以后呢 教他们读书 教他们读书以后 再送他们回去 他们每个月要花30万 每个月要花30万 每个月要花30万 那这个牧师就跟我讲说 他们最近教会已经亏损20万 那他都没有倚靠人 他完全倚靠神 看不到中间那一位吗 穿红色衣服的 这牧师很操劳 这牧师跟我同年纪 这牧师跟我同年纪 头发都掉了 我上次有讲过做牧师的 头发会早一点掉了 所以 弟兄姐妹 你就看到他真的是为神百上 那他就在讲 他讲了一个 我就在跟他聊天交通的时候 他讲一件事情真的很感动 他讲这一件事 他说他在一两年前 还是我忘记时间了 他抽到了 抽到了台湾彩券的 投注站的一个经营权 各位你知道 真的是不得了的 你如果抽到的话 自己卖 就会赚钱 对不对 那么如果租给别人做的话呢 他说租给别人做 好像可以租到 一万到两万块 所以换句话说 每个月都可以什么 拿到钱 你说好不好 好不好嘛 好啊 每个月租人的话就有一万啊 那这一万再来拿来给 给教会用 这样子好不好 如果是你 你要不要做 要啊 要啊应该做啊 对不对 结果这个牧师他就祷告 他说他不要违背 当初他跟神的立约 因为当初他跟神的立约是什么 是他依靠神 他相信神会供应他 他不要有安排啊 这个是 每个月就这样子 你只要把这个经营权 再租给别人 就有钱拿啊 怎么那么笨啊 结果他就跟 那个 他抽到以后呢 他就说 我要放弃 他就真的放弃 傻不傻 各位真的太傻了 可是在神的面前 他的品格 被验证了 他现在还是缺二十几 我当场觉得非常感动 我就问了一下 我们的短宣队员 然后呢 我们当场 教会就为他奉献 六千块 不多啦 台币 一个意思 可是真的是 我看到 他里面的那个证实 在神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 品格是需要验证的 那怎么验证呢 我怎么知道你品格好不好 就是这个时刻 就是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你能不能做决定 还是按照神的法则 还是你就妥协了 这第一个 所以同样的 今天 撒旦也提出挑战 神也允许啊 神会通过一些环境 来验证你的品格 你的integrity 你能不能通得过 所以 圣经里面跟我们讲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好不好 真言第十七章第三节 请 鼎为炼银 如为炼金 唯有耶和华怎么样 熬炼人心 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 请 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什么 誓念我之后 我必如什么 今今 现在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是需要经过熬炼的 我们的生命也是需要经过试炼 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熬炼 经过这个试炼 我怎么知道你的品格 是不是可以 可以备用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一些事情突然临到 你这个时候你要好好的注意的 你是要妥协 还是要坚持 就在 你能不能被神用的时刻 所以第一个讲到 生命品格需要试验 那么第二个是讲到 神怎么来试验我们呢 神通常试验我们 都是通过什么 你知道 苦难 所以苦难是生命品格的 什么 试金使 对 你就说 好我们用小小的事情来试验 那个试不出来啊 金子要怎么试才知道它是真的 你知道吗 真金什么 诶 你怎么知道 所以要把它丢到哪里去 火里面 把你丢到火里面去好不好 才能够练出你是真金啊 各位苦难 同样的 所以呢 撒旦就来咯 开始咯 有一天 约伯的儿女 正在她的长兄的家里吃蛋喝酒 十四节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 牛正耕地 驴在旁边吃草 这什么意思你知道 牛正耕地 驴在旁边吃草 日子过得舒不舒服 舒不舒服嘛 舒服啊 哇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睡到自然 不是我啊 我现在讲 哇 睡到自然醒啊 哇 人家的存款非常的多啊 日子过得好舒服啊 牛在耕地 驴在旁边吃草 日子好得好 好得不得了 可是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环境突然就会什么 淋到哦 这里 圣经里面就讲 四八人 忽然就什么 闯进来 各位 你的生命里面 牛在耕地 驴在吃草 突然之间就会什么 就有状况出来了 忽然就闯来 把牲畜乳去 并用刀杀的仆人 唯有我一个人 逃脱来报信给你 好 各位很多时候啊 有一句话叫做 福无双至 或什么 或不担心 所以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讲 他还说话的意思 意思就是 话还没讲完 又有人来说 神从天上降下 我来 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 唯有我一个人 逃脱来报信给你 所以啊 有的时候 环境来的时候 他不是一次 他不是一个 他是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就杨幼全部被烧死了 好不止如此 他还说话的时候 各位一波未平又什么 一波又起 你不要以为说 今天发生一个事情 下 应该没事了吧 很多时候 事情是什么 突然之间 接踵而来的 他还说话的时候 又有人来说 有狂风从旷野刮来 击打房屋的视角 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 他们都什么 死了 各位 当约伯在听的时候 他说什么 骆驼被 被抢走 算算算 杨被国杀了 算算算 还有什么 驴 被抢走 算算算 可是有一件事情 算不了 各位 钱能够解决事情 都什么 都还是小事 可是儿女被什么 狂风刮了 屋顶塌下来 全死的 这个钱不能解决 而你全什么 全死 慘不慘 各位 苦难临到的时候 超乎你所想像的 那这个时候 考验你 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时候你还能够 还能够坚持的下来吗 约伯他在一瞬之间 怎么样 多重的损失 各位 那个损失不是一个 一重一重一重的来 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 就会遇到这样的难处 苦难会临到 我讲一个例子 你知道这个孟子有说 孟子他说 一个人 天将降大了以失恋 这五年级以上的才有背过 对不对 这你们会背的举手一下 有些人不会背 天将降大了以失恋 也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辛苦 恶其体肤 控伐其身心腹 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真义其所不能 这一讲到就是说 一个 一个 要被神 就是天啊 天啊 这孟子讲的 这个天要降大了 于这个人身上 要有重则 大了要加在这个人身上 他就要苦其心智 劳其辛苦 让他的身体啊 受到很多很多的操劳 恶其体肤 控伐其身 让他有缺乏 然后呢 让他行福乱其所为 就是让他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所以动心忍性 然后呢 磨练他的性情 最后他才能够成就大事 所以亲爱的朋友姐妹 我不知道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如果你现在遇到很多的苦难 如果你现在遇到很多的遭遇 如果你现在遇到很多的艰难 其实你要知道是神允许一些苦难 在你生命里面 为要熬练你的品格 为要验证你的性情 好叫你日后能够被神所使用 各位我讲一位 一个例子 这是南非首位的黑人总统曼德拉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就起来 用非暴力的手段 来反抗当时在南非的一些隔离的政策 那他就被抓起来 关到了一个活地 活地域的一个街域里面 叫做罗奔岛 那在这个罗奔岛里面 他每一天都必须要打石头 他到一个石灰场去 每一天都在那边打石头 然后在那边冰冷的海水里面捞海带 做苦力 然后晚上呢 就被关到一个不到四平米的一个新皮房里面去 那这样关国久呢 总共关了27米 那在这个漫长而孤独的岁月当中呢 他的意志没有 因为这样子就薄落掉了 他说我对自己的人民过得自由的渴望 变成一种对所有人 包括白人和黑人 都获得自由的渴望 他的心智就一直的被磨练 一直的被磨练 然后他就讲说 他每一天早上起来呢 就做仰卧起座啊 交互蹲跳啊 各种体育 他晚年的时候 他说他进来来讲 他说我非常遗憾 没有办法成为一名世界级的全局冠军 他在那个时候铁钟的生涯中 依然不时的从狱中传来不屈的声音 各位一个人的心智就是要这样子 一直被磨练被熬练 好 然后结果呢 他成为一个全球的总统 因为到了1981年 有一万多名的法国人 联名要求要释放曼德拉 到了1982年的时候 全球有53个国家了 2000名的市长 为曼多拉的获释签名请愿 到1983年英国有78名议员 发表联合声明 50多个城市的市长 在伦敦盛装游行 要求英国首相向南非施加压力 恢复曼德拉的自由 如此强大的人员无人可及 难怪有人称曼德拉是全球的总统 再来 整整漫长的27年 终于在国际社会的长期制裁下 1990年2月11号 南非白人政府破于无奈 最终释放了曼德拉 此时这位72岁的老人 已经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27年 现在弟兄姐妹苦难熬练一个人的品格 如果是你撑得下去吗 27年 这27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不止如此 那个逼迫还有三个白人 三个白人看守他的白人 每一天都虐待他 每一天都不断的虐待他就对了 可是在1994年5月总统就职的仪式上面 发生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那个时候各国的政要通通领导 然后他就一个一个介绍各国的政要 完了以后呢 他说我现在要向各位介绍三位 我觉得最重要的人物 他们影响了我的生命 结果他又说 他就恭敬了起来 向那三位曾经关押他看守的人致敬 那三个是每一天都虐待他的 每一天都在欺负他的 结果他跟他谢谢你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非常非常了不起 白人狱卒 这个其中有一个狱卒 写了一个自传 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再见曼德拉 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看这部电影 那他就他怎么讲呢 他说他说我要谢谢这27年在狱中的生活 他说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性质很急脾气暴躁 正是在狱中学会的控制情绪才活下来 他说他在牢狱的岁月给他时间与激励 使他学会如何处理自己遭遇苦难的痛苦 他甚至这样子讲 他说感恩与宽容经常是源自痛苦与磨难的 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 各位一个人的品格 生命品格 原来是要通过苦难 才能够熬出来 感恩与宽容 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感恩 当我们被关到监狱里面去 失去自由的时候 我们突然可以懂得感恩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宽容 当痛苦磨难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宽容 所以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当我走出求是的时候 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 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厌恨留在身后 那么我其实能在狱中 这句话很不简单 他说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过得解放 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 他被偏见跟短视的柵欄囚禁者 如果我让愤怒纠缠我 纏丘我 就等于能难求于牢与地 各位 刚刚讲的是曼德拉 他经 我们讲到约伯 他一波又贫 一波未情 一直一直的来的苦难 我们也讲到曼德拉 神也通过一些环境 通过苦难 来试验他的品格 朋友姐妹 我自己在2009年的时候 一直到如今 特别是2009年 其实遇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苦难 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 年底的时候 我的人家的大儿子 他就 头发就一直掉 掉到全光 光到一个地步 你们看就是长这个样子 看起来好像得血癌的孩子 这个孩子 现在他的头发腔子 已经经过六年了 这六年真的很不简单 我们的家庭花很多的时间在搞 那么 2009年的时候 不仅我的儿子掉头发 你看他本来是长得很俱美的 有没有 小时候如果有看过他的都知道 你看 然后头发就这样一直掉 掉成这样子 那09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首先是我的父亲 跌倒 然后之后他 他就被主接走 过世 然后再来六月的时候呢 我家找小偷 我几乎都在崩溃了 我都觉得说 主啊 还有没有什么事情 真的太多事情了 那一天我很谢谢 查理特地来我家 陪我 然后 紧接着09年以后呢 不是有金融风暴吗 那我们的教会人 就有一波反乡潮 不知道为什么 哇 好多人就要回去了 我们教会连续走了20个 20位都回台湾 反乡潮 所以我们教会人数 就是感谢神啊 那时候破百 什么破百不是往上破 是什么 往下破 有的时候我一看 啊99位 加小来啊 才99位 各位那个 对一个教会啊 100多人啊 一下子走20几个 而且都是走 十几年的同工啊 心都很痛啊 我都含泪一个一个送他们 牧师我们要回去了 牧师我们要回去 他们也捨我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神通过很多的苦难 来也来熬我 那我真是打到趴 我真的感觉到 我就打到趴 趴在地上 我说主啊 Nothing to lose 什么都全部顺服 全部降服 surrounder 什么叫surrounder 就是这样 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里面 我相信 约会博也是完全的降服啊 所以 弟兄姐妹 当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面对 当面对 当面对 约伯的苦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面对 当面对 曼德拉的苦难的时候 你如果被长期 关在一个监狱里面 27年 你能不能通得过 那我的 比较他们以后 我突然发现 我们家的事情算小事 不算太大 不算太大 小事而已 但是 各位 你怎么来面对呢 约伯他怎么面对 得胜的命绝在于认识神的主权 二十节 约伯便起来 撕裂外袍 祭了头 伏在地上下拜 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同胞 请 说 我世生出于母胎 也议是神的主权 尝识的是耶华 收取的也是耶华 也许是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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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节 在这一切的世上 约伯并不犯罪 也不以神为余望 过意也不忘彼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赏识的是耶华 收取的也是耶华 耶华的名字应当称颂的 这一段话 约伯能够讲出这一段话 是因为他认识神的主权 我自己 在我们家老大孩子 这个头发掉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我以前不知道 原来头发很重要 头发真的很重要 所以Grace姐就常跟我讲 头发真的好重要 我现在发现头发好重要 各位 我真的跟神讲说 神啊你把头发还给我们 把头发还给我们 我一直在跟神要 可是到最后 神都安安静静 都没有回答 到最后我就说 好主我把这个孩子 献给你的 我相信 你爱流传人 你爱家族 远超过我爱他 所以 我 我不要再自己 抓住这个主权 我把这个主权给你 完全的给神 然后这样经过了 现在第六年 他后面头发终于长出来了 今年他终于回去台湾等先了 下礼拜你们会听到他讲的见证 等一下我会稍微透露一点 可是我今天讲的 你们千万等一下不要去跟他讲 OK 好 那么 所以弟兄姐妹 赏识的是一个话 收取的是一个话 当你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你能不能讲出这句话 约伯能 曼德拉他也讲 他知道 结果神使用曼德拉 曼德拉之后 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而且他改变了整个南非的种族的 这个冲突 用非暴力的形式 的手段 赢得了全世界的敬重 有一本书叫做坚持一生的祷告 他英文是这样子 当神没有回答你的祷告的时候 怎么办 你还能不能祷告下去 这本书的作者 他生命发生一件事情 在1991年的时候 他带着他一家六口出去玩 结果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 当场他的妻子 他的妈妈 他的儿子 就在车祸当中当场就死亡 然后另外 他还要担负起 照顾他的几个孩子的重伤的情况 然后那个 那个撞他的人 是一个酒驾 酒驾驾驶的人 结果他被判无罪 各位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对神 有很大的怨恨 你还能不能坚持一生的祷告 你的信仰 你的品格 就在这个时候 要验证出来 那么我们上次有提到 黑幼龙 他的儿子叫做黑利言 那黑幼龙的儿子黑利言 这个孩子七岁的时候呢 得到了一个癌症 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癌症 结果呢 他就想说 神不会把我的孩子拿走的 神不会把我的孩子拿走 但是神真的把他的孩子拿走 然后他就问了这句话 他说 如果上帝要给你一个完美的礼物 但是七年半以后收回 你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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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人生 他因为这件事情 他的人生 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其中有几个改变 第一个 他发现苦难让人谦卑 他突然发现 人是这么的渺小 这是他学到的第一堂课 Luke就是他的儿子 让爸爸学会 不论环境多么恶劣 都可以把握当下 寻找自己的快乐 这是他第一个学会 他突然发现 生命的主权不在他 生命的主权在谁 在神 神要收走就收走了 那你怎么面对呢 你还能够信 你还能够信靠主吗 那第二个 第二个他 当他儿子离开的时候呢 他才发现 他的亲情又回来了 原来他跟他的爸爸 这很有趣哦 他黑幼龙跟黑莉颜 他们是在卡内基 推展卡内基 卡内基是讲到人际关系的 结果他跟他的爸爸 人际关系不好 他跟他爸爸 楼上楼下 常常不讲话 可是因为这个儿子 走了以后 他开始去找他爸爸 两个人 还可以一起去吃个午餐 然后在公园散步 无话不聊 整个生命改变了 只因为神把这个孩子 拿走 我们不懂 我们不明白 可是神有他的主权 清醒回来了 再来 他说他从路可这个世界以后呢 他发现他开始敢做自己了 因为他 nothing to lose 他没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他开始敢活出他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价值观 那最后我要讲 六姐妹我刚刚读讲 我们家老大六年前 他掉头发嘛 对不对 那这一次他回去台湾短线以后 他去做见证 他才发现原来他的见证 这么powerful 你知道他跟我讲的 下礼拜你们听他自己讲 那你们不要泄露秘密 他就 你们下礼拜还可以听一次 听他自己讲 他说他就去跟这些孩子做见证 那有一些短线队员也在跟那些孩子做见证 那些孩子就扭来扭去的啊 不听啊 然后有一些孩子就好像有一些 结果呢 轮到他上来做见证 他一上来一讲 所有的孩子都安安静静 然后每一个孩子嘴巴都这样打开 然后有的听完以后就掉眼泪 然后他走到哪里 每一场都是这样子 那些孩子有的不听 然后看到他以后每一个人都舒然起见 然后就听他讲 讲完以后就掉眼泪 然后有的就要来认识主 然后他就跟我讲 我老大 我们家孩子就跟我讲 他说爸爸我以前不知道 我掉头发然后长起来 我以为我的故事就是我掉头发长起来 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他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原来我的这个故事是有意义的 是可以去摸着人心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们家老大为什么要掉头发 我只知道 我们没有所有权 我们只有管理权 一切都在神的手里 我只知道赏识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什么 耶和华 神赏识了他头发 神也可以把他的头发怎么样 拿走 神现在要给他一点点了 但是 还没有完全 都在神的手里 所以 我能够得胜苦难的 秘诀是 主 你有你的所有 你有你的主权 主我交给你 然后呢 不仅如此最精彩的 他说整个回台湾等轩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放这张相片 在最旁边的那个 是他表姐 他在最后两天的时候 跟他的表姐 全家去墾丁玩了一趟 回来 然后他就在那天晚上 回到他们新竹的家 晚上12点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见证 讲了一遍给他表姐听 他表姐是台大 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台大三云级的学生 还有他一次就考上四个科系 还上地方新闻的 很优秀的 结果他跟他表姐讲完以后 他表姐当场就决志性质 然后决志性质完以后 他表姐终于笑了 你知道 原来他这个家庭 这家庭就是妈妈管的爷 所以呢 他们都不笑 很少笑 因为压力很大 结果 结果 我们家修好就跟我讲 他说 这是他看到他表姐第一次 真的是从心里面 靈里面的笑 所以他说 这个笑识他永远不会忘记 他说 这是他 这一次回台湾 带领他表姐信主 是他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可是要通过他的什么 生命见证 各位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 不明白 神为什么把一些苦难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是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主权在谁 在神 所以赏识的是 我们再讲一次 赏识的是什么 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收 各位有的时候你不明白 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道讲完 打预防针 哪一天你家里面出事 你说牧师你祝祝我 你祝祝 而是当你家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会了 真的 所以约伯记给我们极大的安慰 第一 你的品格 我们的品格需要验证 你说你 integrity 你说你正直 你说你完全 你说你敬畏神 口说无凭 验证看看才知道 那你说怎么验证呢 很抱歉 通过什么 通过什么 带你去游乐园 然后验证你的品格 抱歉 把你丢到哪里去 火里面去 苦难才能够验证 苦难才是 我们品格的事件 然后当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比方姐妹 唯一能够胜过的 就是你要信任神的主权跟安排 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明白 慢得让他明白吗 慢得让他说 哎神啊你关我在这里27年 有你的美意哦 你真的不明白27年欸 各位我们也不明白 我们家老大为什么要掉头发 也许以后我就明白了 也许我现在就明白了 也许有一天 当我看到我们家老大在台上 真的 其实我已经有点明白了 真的上帝一直在练进他的性格 如果今天没有掉头发 你知道他小时候很popular欸 他小时候长得帅帅 幼稚园的时候就有女生要跟他照相 然后呢 女生跟他照相的时候都倒贴了 然后都会手这样搭着他 我很怕他喔 国中高中的时候就一大跟女朋友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说你知道神让你头发这样子 是为了保护你 他说哦真的啊 是为了保护我 他有听进去啊 这个话你们都不要跟他讲啊 对 也许真的是为了要保护他 今天没有保护他喔 他可能不知道有几个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 也不是他要的 然后别人要来靠近他的 所以他这次回台湾 他都没有 都没有女生来靠近他很好 保护了他 等到他的品格被练进了 等到他的生命被熬练对了 等到他真的是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时候 这个时候神恢复他的龙美 他不再被这些所引诱 所以回过头来 也许有一天我会说 神啊我已经明白了你的主权 可是在这六七年当中的熬练 实在是很辛酸 但是我相信这个辛酸喔 将来就会挂成一个荣耀 Amen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现在遇到什么艰难 但是信任神的主权跟安排 Amen 我们一起来唱歌音的诗歌 第四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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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